在下周三台紙棋结算之前呢 走势都是偏强的 那么电子金融双主流今天也都有所表现 像是台积电呢就维持在高档价位 那么大力光你刚才也提到了也是一再的创新高 另外跑得很快的还有汽车类股 以你来看接下来的焦点股会有哪一些呢 好的我想今天呢 这个汽车领主件也是表现不错啦 主要这礼拜从今天开始呢 在这个世贸有一个汽车的一个领配件展 所以这两天相关的一个个股都表现不错 不过我们回头过来看的话 其实还有个次族群就在于这个记忆体模组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想表现也不错啦 包括像这个812的至上啦 或者说像这个商城的一个部分 大家其实今天表现也都相对强势 那当然以这个去年的一个台股来讲的话 我想这个3474的华尔克 算是去年这个涨幅最大的一档个股 从这个鸡蛋水胶股呢 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接近三十 二十几块接近三十块的价 我觉得这个涨幅非常的大 那今年来看的话 因为整个海力士呢 它的一个火灾之后的复工 大概今年已经开始陆续完成了 所以说今年的大概这个工需 记忆体工需的状况会慢慢趋劲平衡 那通常这种状况之下 对于一转管理材为主的这些 记忆体的长 记忆体模组的一个厂商 我想相对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试况 那所以说呢 我想这几档个股 包括像这个827的这个雨沾 811的至上 还有说827的三成 或者说像3209的全科等等 那过去如果说这个 记忆体的价格能够持平 或者说维持一个相对稳定下降的状况下 我想其实这个 只要你的这个公司呢 管理做得好的话 其实都可以从这个所谓 这个记忆体的一个 这个需求上升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去赚到应有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 还不错的一个利润 像雨沾的部分 那去年赚了3.33 那这个算是这个公司呢 挂盘以来的一个历史新高了 那特别是他 今年也要配两块的现金股息 那如果说以今天收盘价来看的话 大概这个现金殖利率呢 还有这个6个percent以上 所以我是认为 以今年的试况来说的话 记忆体产业应该还是属于相当不错 但是去年大涨过的这个制造段的 像这个华尔科的部分 我想今年可能会是一个区间操作比较为主 那在价格稳定之下呢 我想今年在模组厂商的部分 我认为今年应该是会比较有表现的空间 记忆体模组这个电子次族群 可以稍稍微来关心 谢谢分析师帮我们做的分析了